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又回来了 时隔快一年的时间 我再次想起了我的vlog 之前其实拍了蛮多的 记录了很多生活的东西 比如说宠物的 vlog其实有记录 但是因为内容只有重复 所以我就没发 那我就准备记录一下 每天吃饭的这个 吃播的这一期的vlog 我的妈妈 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看看吧 饺子跟白菜 丰盛吧 这个饺子呢 因为平常我也很少喝什么蒲公英水 但会喝一些 5C泡筒片啊 护肝片 然后 我妈妈呢 就把这个蒲公英 当成这个饺子里面的馅 做在这个里面 这个蘸料 其实是非常好吃的 就是我从小到大 都必不可少的一个 一个蘸料 它是有那种干辣椒面 还有那种葱 加上酱油醋 盐调成的 不是你刚才说的是 我的晚上很丰富 故意的 故意的 为什么呢 哎呀这是一种 妈呀我妈真的是比我还不幽默 这个白菜 丰盛的白菜 他说今天晚上丰盛 丰盛啊 这饺子有什么丰盛 你不要弄我 弄我干嘛 弄吧 没事 来快了 你干嘛呢 我叫你不要弄我 哈哈哈哈 我正想过你 要不要跟你吃 你怎么那么颠颠咚咚的 不是不可我妈面子 这个饺子呢 肉稍微有点多 然后因为我喜欢吃那个 鸡内馅的 它比较脆 我跟你说 这就是爸爸包的我和的馅 它包的太 那个馅太多了 你感觉就很实在 这弄出来的馅就特别硬 不松软 我感觉它没有松软 我包的话我不包这么多 爸爸妈妈做的 就是父母做的 什么都是好吃的 可以吃了 哈喽 我现在在酒店 今天是酒店餐 然后还有半个小时 要出发彩排 吃个晚饭 这个 土豆丝 从小吃到大 从来不容易 你这关于 土豆的食物 都是每一顿必点的 今天吃什么呢 烤鸭 这整一只 好像单吃一个吧 这黄瓜能不能多上呢 还不够 好吃 ada 在咋量了 抢水面板 这个叫做蔬菜色啦 那个 嗯 这不错 这是我的菜 是我们咋家的菜 很棒 来 来 来 你看他 哇 进来吧 全都要把你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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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要去红唐了 赶紧吃个饭 然后换完衣服就去红菜 今天是什么菜呢 豆角 这个番茄鸡蛋 黑胡椒 牛肉 豆角 猪蹄 就是回锅肉 家长的菜呢 普遍都比较符合我的胃 这个西红柿鸡蛋 其实是应该是每顿都必有的 其实是非常下饭 所以我们在一起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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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片这个声音啊 给你们听一听有助于睡眠 听这个声音就有时候还真的听完挺踏实的 整个人 又快悠了 其实外面还有水果 看一下这里的水果 包一个火龙果 被泡烤 � for 5 each 还有没有 很有��� socially ən有一些有些薄的感觉 再 différence 咱俩 要不要吃虾 吃一个吧 有些有点薄的感觉 有性的 来不吃кв equcul keto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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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一期的吃播vlog 就结束了 如果下一期你们有想要看的 我都会去跟你们分享 希望你们都开心快乐 健康平安 拜拜 拜拜